台灣談談和消息T1直籃桃園永丰雲報釋出影片 正式宣布前NBA球星霍華德將來台加盟筹隊 今年36岁身高208公分的霍华德 曾八度入选NBA全明星球员 连三届获选年度最佳防守球员 五届的篮板王 并在2020年随胡人夺下NBA生涯手冠 攻击封硕 消息公布后霍华德也在个人社群录制影片 并在贴文透露 曾三度访台的他 早在2013年就告诉台湾会尽所能的回来 所以在此宣布将回到台湾 让台湾人亲眼见证他打球的样子 并一直很喜欢在台湾时所感受到的能量 我现在向台湾去见你们 我爱你们台湾 超人是在路上 桃源云炮总经理苏毅杰表示 签下霍华德是希望能够打造出 全台湾禁区最强的球队 沟通的过程中霍华德也很谦虚 有亲和力 除了要求住宿环境较舒适外 几乎没有其他的特别条件 霍华德来台加盟也在微博引起讨论 有中国网友说应该来CBA啊 不过底下随即有人嘲讽 封控隔离核酸一条龙服务 自己人都想出去了 谁还会愿意进来 来CBA做核酸吗 观众都没几个 还不如在台湾时在 自由都没有 能来吗 而台湾球团预计将在11月12号举行加盟记者会 霍华德的初登场赛事则落在云报19号在国立体育大学体育馆的主场首站 清唐也在电视王冠林唐杰安整理报道 这个是我的第三次